好 我們看更二的幾男子已堅試驗 這個地方有三大段 有兩段 有兩段先看第一段的正舉欠詞 先看經文 諸善男子各地四尾 此為男士 一發大院 那麼這個地方的欠詞 有三段 先看第一段的總標發起大院 說諸善男子 那麼大家應該怎麼樣 各自思維 此為男士 一發大院 就是受詞弘揚法華經 是很困難的 所以大家應該怎麼樣 堅定試驗 法華經 容易理解 要有善根是容易理解的 但是很難去實踐 就是你很難 長久相續地去實踐 所以這個怎麼辦呢 只能發怨 靠願意支持的 所以你不能只要靠智慧 因為你智慧可能會 你一時性期就回光返照 但是你經常懈怠 它的功力又退失了 所以一定要靠你的 清靜心 菩提願 這個菩提願是怎麼樣 幫助你能夠相續地成就清靜心 所以佛陀說那你們怎麼辦呢 佛陀說你就發個願 要發怨 用願意來以願導行去受詞獨送 然後加強你的清靜心 所以這個清靜心跟菩提願互相幫助 清靜心淨化你的菩提願 菩提願去做種種的修學 也加強清靜心 所以這兩個變成相互的作用 佛陀在講完這個清靜心 就勸大家發怨 看第二段顯示 顯示難易差別 這個地方難易差別有六小段 你先看第一小段 卡結文 诸於經典 恕如恒沙 雖說此等 畏祖為難 若皆虛迷 置之他方 無數佛徒 亦未為難 若已阻止 動大千界 遠至他國 亦未為難 若立遊艇 為眾演說 無量於精 亦未為難 若佛滅後 于厄世中 能說此經 事者為難 前面佛陀講到 此為難事 已發大悅 那麼法伐經 難就難在哪裡呢 佛陀要稍微较量一下 先较量 引說的功德 他説 諸於經典 恕如恒沙 雖說此等 畏祖為難 那麼這個地方 講到全法 三乘全法的功德 就是諸於經典 就是法伐經以外的 講到身為元絕菩薩的三乘法門 這個法門的修法很多 比方說布施 慈戒等等 那麼你為大眾儂先說這種單向的功德 為之為難 因為單向的功德 會讓我們成就安樂 甚至於解脫 但是他沒辦法成就 成佛的正義 所以這個相對是相對是容易的 這個講到三乘的功德 或者你今天修神通向 怎麼修呢 你用這個雙手接住虛弥山 虛弥山是三千大千世界最高大的山 然後把它延遲到大方 西乘上是很重的 你把它丟到其他世界去 那麼丟多元呢 丟到無數佛土之外 那這種神通也不算難 或者你用小小的足 你的腳趾頭來牽動整個大千世界 然後把大千世界也是要掩植他國 丟到很大的國家去 這也是需要很大的神通力 但是這個也不難 或者說你落地遊頂 你用神族通飛到社界的四禪 叫遊頂 遊頂天就是社界四禪 為諸天人演說五量儀心 五量儀心就是法華經以外的仁天秤 還有這個閃秤 就是整個五聖法門 這種單向的修詢 也意味為難 那麼最難的是什麼呢 若佛滅渡以後在二世中 仁說此法華經 給眾生成就成佛的正義 這個是真難 這個地方比礦兩個東西 第一個三聖的功德 或者你說五聖的功德 也可以廣義來說 第二個是神通相 當然三聖的功德 好過神通相 因為神通的這個東西 它只是一個假象 它對你身邊沒有什麼幫助 三聖功德對身邊是有幫助的 雖然不能稱呼是有幫助的 這個神通是這樣 過去有一個喇嘛尊者 他跟他師父兩個 在喜馬拉雅上的一個山洞 閉關 那麼閉關的時候 他師父就要他打坐 他說你要內觀你的智慧 你的心中 把你心中的智慧找出來 他師父是屬於印度的一個教派 叫山卡拉教派 可能也看過 可能看過佛陀的經典 所以他的內觀智慧跟佛陀很像 佛法很像 但是這個喇嘛尊者很年輕嘛 他坐不住 所以他就動來 跑來跑去動來動去 真的一段時間以後 就跟他師父說我坐不住了 我沒辦法找到我心中的智慧了 他說那你要怎麼辦呢 他說我要先到外面參選 他師父說好 給你一年的時間 你去參訪喜馬拉雅山的大使 參訪以後 一年以後這個時候你回來 跟我報告你參選的性能 那麼這個地址 喇嘛尊者就離開他師父的山洞 就到喜馬拉雅山 那個時候很多山洞在休學 各有各的法文 這都是單向的法文 一年以後 這個地址就回到山洞 他師父說你這一年 你修到什麼東西呢 這個地址就很得意 就在師父面前把嘴巴打開 就嘴巴吐火 這是一種神通理 你嘴巴怎麼能吐火 嘴巴是水 他師父說你一年就學到這個東西 我一根火柴就可以把火點起來 你要修一年 當然我們凡夫很喜歡這種幻象的東西 不過我一大師講一句話說 這個難力在哪裡就是說 既從興起還從興滅 這個很重要 就是說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你的煩惱你的業力是從哪裡升起的 然後你就知道從哪裡用功 如果煩惱業力是外來的 那你當然可以向外去改變 就是說你的痛苦 你的煩惱你的業力 你一切一切都是外來的力量給你的 那你就不需要修法華鏡了 你靠外在的力量就可以消滅 但是問題是這一切的一切都是你一念的妄想 顛倒妄想 變現出來 三人變 初變業力 你為什麼有業力 就是你一天到晚拍炎 就是真如不守自信 你離家出走就展現業力 業力結果就變成執著 執著變成妄想 所以既然所有的問題是從內心升起的 當然你改變也能從內心 你怎麼可能靠外在的事修 外在的佛號的音聲 外在的敗燦 外在的布施 就改變你內心的東西了 所以你只有一個方法就是 你修外在其實是對的 你要把外在的事修 跟你內在的親近心佛弟業 要能夠對解就對了 無不還歸此法界 你的布施的目的不是追求福報 你布施的目的是透過布施 調覆你的天灘 那麼所有的法都能夠 會歸到你的親近心的本體上 那你這個就對了 但是這樣子呢 眾生難性難解 你剛才講這個道理它難性難解 比你把這個姓名上丟到遠方去 講這個閃燦的功德還難 好我們看第二段 較量書寫 前面是較量 也說這段較量書寫 看經文 假使有人手把虛空 而以遊行 意味為難 於我滅後 若自疏尺 若使人疏 是則為難 那麼如果有一個人 可以有神通力 手把虛空 當然虛空是不可能抓持的 但是他既然能夠用神通力 把虛空抓起來 而且不但抓起來 還到處遊行 這件事情 反正佛陀的意思 外向的東西 你怎麼變化 這個都不難 但是你能夠在我面度以後 受辭書寫 回光緩照 找到你的親近心 發起菩提宴 這件事情是則為難 因為你成就了 你今生成就一個偉大的事業 就是成就成佛的正因 你找到因地的 找到因地以後 那成佛是時間的問題 就像你這個人車子 已經找到你的高速公路了 上路了 修行最怕就是 你還在士氣打轉 還不知道找不到路頭 所以這樣子這是很難的 很難能可貴的 好 我們看第三 較量讀宋 若以大地至足甲上 生於梵天 亦未為難 佛滅度後 於惡事中 暫讀此經 事者為難 所以你用神通力 這也是神通力 你把這個大地 整個大地放在你的指甲上 然後呢 然後生到大凡天 就是社界出產 那這種神通力不難 但是你在佛陀滅度以後 到了五卓二世當中 大家煩惱邪見 這麼出眾的時候 你能夠毒受紫禁 把心靜下來 回光返照你的清靜心 普遍 這個是難能可貴 因為你找到了 回家的道路了 這個是佛陀 讚嘆 這是難能可貴的 好 第四 較量授辭跟解說 看經文 假使劫燒 丹覆甘草 入中不燒 亦未為難 我滅度後 若持此經 唯一人說 事者為難 那麼假使 大山灾現前 火燒出蚕 水淹二蚕 那麼風吹三蚕 這個劫火燒起了 這個劫火不是一般的火 是非常大 然後呢 你擔負一個甘草 入截火中 而不為所燒 那這也是一種神通力 或者是咒力 那這種四項的東西 都不算懶 但是你在我滅度以後 能夠受持法華金 乃至於 我一個人也說 你可以把 你把法華金裡面的道理 告訴你的同參道友 不管他聽得懂 聽不懂 這樣子 是難能可貴 因為你知其不可為之 起碼給他種下一個因地 就是說 修行 你不能只是外在的事項 你還有一種內觀的智慧 這個就是 你能告訴這個觀念 就很難能可貴 看第五段 較量聽受解益 看經文 若持八萬四千法杖 十二部經 為人也說 令諸聽者 得六神通 雖能如是 亦未為難 與我滅後 聽受此經 問其亦去 是者為難 那麼你能夠受持八萬四千法杖 就是你這個人記憶力非常好 得到的陀螺尼 把整部經的經文都背下來 然後呢 為人演說 這個地方指的是三聖法 那麼 而且可以使令聽者 得到六神通 三明六通八謝托 這個也不為難 但是在我滅度以後 能夠聽受此經 能夠受此之經 而且能夠伸解益趣 這個是非常的困難 你按照佛陀的說法 你第一次聽法華經 就能夠把他聽懂 那你這個人不是一般人 說實在 你別看你生死凡夫 你過去生一定生生世世 親近過很多諸佛 還有親近很多的法 當然親近諸佛不一定是 佛在世的時候 可能是佛滅度以後的下法莫法 就是說 你能夠聽懂華華經 那套一句經文的話 就是你大乘根手 你的根基已經成熟了 華華經是一聽 第一次你就聽懂 那真的恭喜你了 你第一次就馬上找到回家的道路了 所以說說你這個人難難可貴 不但是還能夠聽懂 深潔意趣 看第六 較量如法受辭 看經文 若人說法令千萬億 無量無數恒沙眾稱 得阿羅漢 如果有一個人能夠善巧說法 使令千萬億無量的眾生呢 成就小乘的無聲 這都我空的真理 而且你還叫他修神通 修禪定神通 那麼得到了這麼大利益 也意味為難 因為你還是在音言的 音言法裡面打轉 弄我滅度以後 能夠如法地奉持這個經典 你能夠回觀返照 找到你的本來面目 這個是難而可貴 因為你正式地 進入成佛的正因 也正式啟動你的萬德莊園 就是你外來的成佛 就在你這一刻開始算起 因為你因地成就了 所以法華經的特色是怎麼樣 他因果同時 各位 你千萬不要以為 你在壽司讀誦 法華經的時候 好像只有讀誦 其實你的真如 清靜心跟菩提怨 你在成就因地的時候 你的三生四自 在那個時候也慢慢在成就 就像蓮花一樣 你不要看蓮花 含苞帶化的時候 它裡面就有蓮子了 只是 這個沒有辦法花開連線而已 就是說 當你在讀誦法華經 四位法華經的時候 你要知道 你未來的萬德莊園 就是從你這個時候 開始在成就了 慢慢成就了 所以佛多說 四者為來 好 我們看傑式 傑式妙法蘭玉 看經文 我為佛道 於無量土 從始至今 廣說諸今 而有其中 此今第一 若有能持 則持佛身 佛多欠誦說 我為佛道 於無量土 我曾救佛道以來 我曾經到十方世界去 廣說諸今 那麼在我所說的 釋迦牟尼佛自己的 成佛經驗當中 此今最為第一 當然這個地方的第一指的是 絕代論廟 因為它有種詞的效果 華元經也很不錯 但是華元經 都還是屬於相代論廟 單向的功德 當然華元經的功德 是不可思議的 華元經是法身菩薩境界 雖然單向 但他禮觀已經成就了 所以他不強調禮觀了 理論上是先修華元經 才有資格修華元經 因為華元經講到 一為無量無量唯一 它六度功德是互含互涉 他修布施 他同時記足 實際忍入進進產經智慧 他修一個記足 無量的功德 但是從繁複的角度 你也修不來 所以繁複的角度 華元經對你來說第一 因為你先了解 這個種詞的親親心普敵業 所以你能夠受持法華經 你已經開始怎麼樣 受持佛身了 看到沒有 我都跟你保證 你受持法華經 你未來的佛身 已經開始印亮成就了 就是蓮花裡面就有蓮子了 所以這個佛陀講述六難 六種難 六種難古德把它做個總結成兩個 第一個 從法的角度談難 因為其餘的經典都是帶方便顯真實 華華經以外的其他經典 包括華元阿漢方等玻蕾 都是帶方便 帶方便當然就是方便到有所得 佛陀給我們安樂到解脫到 六度的功德等等 只有華華經是純明真實 它是直接侵入正如本性 直接不跟你講這些支支揚揚的世修了 直接侵入理官了 所以這個法很難聽聞 第二個呢 耶人論難 難性難解 聽到以後你也不見得能夠接受 我們反覆 喜歡一個馬上的回報 這是我們的習期 我們在修布施的時候 可能已經在想來生的快樂過報 我們在慈戒的時候 可能在想我來生的尊貴色神等等 我們耗耀一種有所得的果報 這種情況就好像一隻海豚 海豚他做表演的時候 他要馬上這個主人給他一吃 小魚吃嘛 表演完以後要給他一個 所以我們永遠吃到小魚 為什麼 我們很難有長遠的 布局 所以一般人為什麼難性難解滑滑緊呢 因為他眼光太短 他想的就是這幾生的事情 我其實很痛苦 所以怎麼辦呢 不行 我來生不能這樣過 我做義工 你們不要做的事 我來做 從世修的角度 這個人難能可貴 那佛徒為什麼倒不難 因為他世修的目的 他馬上要把這個世修換成結果 所以他就產生不了大的功德 那你如果說你今天 反正 諸位 諸位 你是有兩個選擇 你要追求果報 那你就要放棄佛道 因為你追求果報 你心就有所得 就開始動 心動 忍者心動 就開始攀页你未來的果報 結果真如人們就關起來了 你說我什麼都不需要 我所有修行的目的只有一件事情 開顯 親近 發起伏地驗 真如人們就打開了 所以 如果你希望啟動真如本性 你要做一件事情 把你這種向外攀岩的有所得心改一改 改一改 就是說 你要追求果報 你就失去真如 你放棄果報 真如就親自回報你 真如就親自回報你 那麼 你就是受持佛生 就這樣子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要想清楚 向外是單向功德 向內是佛陀的三身功德